好朋友 大家好 近前在民航 在民航突出一段 好新年的春年 AAP亞東好新年 三太元開發有夠讚 當然 我有說過 公司治理 生活法律 法律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法律 上一次我們團隊有說一個案件是 兒子要把東西 不是東西 講東西也可以 但是我們講不動產的物錢來講 不動產物錢還沒有登記之前 就是做買賣 買賣是屬於債錢的性質 如果請求移轉就是物錢的性質 問題就來了 正義啊 意告登記啊 設定抵押權啊 意告登記和設定抵押權 可不可以同時進行 這些法律問題都可以去做研究 我的問題是說 我的問題是說 意告登記辦完以後 萬一這個不動產被在前人用拍賣的手段 然後進行拍賣 進行拍賣以後 這個意告登記怎麼辦 這個是我們下一次再做探討 我們碰到了案子以後 比如說 圖銷意告登記 三個人做意告登記 其中一個人去請求圖銷意告登記 甚至要求所有權移轉給請求權人 我們所謂的買房 按所有權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責 得請求除棄制 明法第767條第一項中段定有明文 用土地法第79條之一第一第二項規定 申請保權下列請求權去意告登記 應由請求權人 檢護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 管理土地群力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土地群力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 戶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全項意告登記未圖銷前 登記名義人 登記名義人 就其土地所為之詞問 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 有妨害者無效 另一項規定 另一項登記 具有從屬性 以保權之債權請求權同期命運 如被保權之請求權 如被保權之債權請求權 將土地移轉於請求權 其性指非如抵押權設定登記 是在於擔保金錢 债錢就該不動產賣得 價金優先塑償之權利 故土地法第七十九條 至於地項所規定之 戶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其請求權是指請求權人 對義務人有請求移轉 土地權利之請求權 這句話非常重要 依告登記最主要就是 對義務人有請求移轉 土地權利之請求權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沒有設定抵押權 你不可以要求 就是其他的請求權 當然如果你要變更內容 當然也是請求的 潛力之一 查細徵意告登記 同一書細記載 本人所有下列不動產 同意在為半頭所有權 移轉登記 以請求權人 某某某之前 不移轉以第三人 並同意以土地法第七十九條 之一規定 向地政機關申請 意告登記 而細徵不動產 同本細記載 限制登記事項 所以我那天跟歷史界朋友 跟同業在研究 甚至跟Tim在研究這一段 限制登記事項 當然有假扣押 假處分 都是屬於限制登記的範圍 意告登記也是屬於 限制登記的事項 不過它這個是 注記在我們的 標示部及所有權部 這內容是這麼記載 一百零四年度 逃之登記第幾號 依告登記請求權 這某某內容是 不秘土地在為辦所有權 移轉登記 請求權人 錢不得移轉於他人 就是說 你如果有這個注記的話 你要辦買賣 買賣所有錢移轉 要登記給其他人 也不可能 所以這個意告登記 它裡面就會寫 義務人是誰 通常是賣房 或登記名義人 限制範圍就是 比方說 十分之三 或二分之一 問題就來了 我在一年前 承辦一個案子是 媽媽限制登記指女 不得處分財產 這個就是 它的限制登記範圍是 二分之一 它是一至四樓 一至四樓 一至四樓的房子 如果是照所有權的記載 還是各四樓之一 各四樓之一 四樓之一 那限制登記 要不要先做圖銷 這個是大家去研究 可是 西征義告登記 西債保權 被告就 西征不動產 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 我會被告所說的是 借款債權 那所以如果你 這個請求權 已經不存在的話 通常法官啊 都會判決啊 判決要圖銷 這個依告登記 如果存在的話 就可以請求就是 所謂的 所有權移轉登記 的請求權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通常如果你訴訟的話 你要圖銷一高登記 所有的登記請求權的話 法官他們裁定 都是以公告限制 通常 通常以公告限制 去計算你的訴訟標的價 所以法官最後的結論 像我剛才所講的 那種狀況的話 被告對言告 既無請求權 西征不動產 移轉之請求權存在 則西征一高登記 以私所依據 被告 被告通常就是 當時的權利人 我們所講的請求權人 被告既不圖銷 西征一高登記 則妨礙到 原告西征不動產 所有權之處分 故原告以民法第767條 第一項中斷規定 請求被告圖銷 西征一高登記 自食有據 另外我們就談說 通常實務上 以前的實務上 尤其於 債權人 或者是 出借人 會把權狀 保管 因為 為什麼要保管 有一些債務人 通常會再拿權狀 去設定第二第三四類 抵押錢 對債權人 是 產生困擾 所以 一般呢 我們實務上 常常會碰到 西征抵押錢 如果消滅的話 就無錢 再佔有 西征不動產的 所有權狀 所以 如果你抵押錢 消滅你權狀 當然要 返還給人家 如果是 不動產 所有權狀 這個部分 通常 不管是再錢人 他不會去活人 通常就會自認 法官就會採信 說你權狀 就要返還給 皇帝產 所有權狀 返還給 原告 就是 我們的所謂的 土地登記 所有權人 或者皇帝 登記所有權人 像這種 法官都會判 依據是 民法第767條 第一項中段的規定 請求被告屠銷 細征最高限額抵押錢 及預告登記 即 一同條 前段之規定 請求被告皇帝 細征皇帝 所有權狀 這個是 法官會認為有理由 就會准許 所以通常判決的主文 就會這麼說 被告應將 如復表所示之 最高限額抵押錢 登記於意圖銷 被告應將 復表二所示之 依告登記於意圖銷 被告應將 某某地號 及 某某劍號的 土地所有權狀 及皇屋所有權狀 我們叫劍物所有權狀 返還與原告 如果敗訴的話 當然訴訟會用由 所謂的請求權人 或者被告負擔 一般 我們抵押錢通常會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群體人 義務人 設定義務人 我這邊再附帶講一下 在財務人兼設定 兼義務人的時候 如果我們同業的食物 食物 就是抵押錢的設定食物 因為我們碰過 碰過就是說 有一些司法事務官會認為說 債務人兼義務人 一定是主債務人 如果你資金 就是借貸的出借資金 不明確的話 或者所謂的本票 或者廢款紀錄不明確的時候 司法事務官會要求你補證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同樣也可以去參考 就是債務人兼義務人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資金流流向 而擔保債權總金額 還有就所謂的 最高限額抵押錢 和普通抵押錢 大家可以去做 做食物的注意就可以 還有清場日期 還有就是 設定的權利範圍 我們談到 設定抵押錢 又是談到 意告登記 意告登記的內容 通常就是 你要塗銷 都會跟抵押錢的暗號 一定要寫上去 如果跟抵押錢一樣 都是暗號 你要請求塗銷 當然不用經過訴訟 還可以調節 可以和解 甚至根本不用調節 不用和解 大家談好就好 不要贏過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是浪費司法資源 都浪費大家的精神 這是我比較不讚懂的 事證明確 就不要賣灰 我現在會介紹 這個遺產文革協議書 先說 這個意告登記把它講完 就是意告登記 通常就是 會寫說 你某某地震的事務所的 暗號 然後收件字號幾號 然後在什麼時候登記 作為意告登記 那裡面就有 不動產標示啊 請求權人啊 義務人啊 內容 限制範圍 就是我上一次跟 同業跟律師在研究 限制範圍 限制範圍 如果是我限制範圍全部 我可以部分內容 部分內容 就是變更 變成限制範圍 我剛才講的 如果四分之一 限制範圍 變成四分之三 就可以處分 這是華裏啦 華裏 然後土地權利移轉之請求權 我現在看這個案例是 十萬分之三二七 所以換句話說 在十萬分之其他的十分啊 就可以做處分 就是說你如果限制登記範圍 不是百分之百的話 當然其他十分是可以處分 如果你是限制百分之百的話 當然其他十分不可以處分 這個是附帶供大家參考 我們另外談一個就是 遺產分割協議書這個部分 遺產分割協議書啊 這個是實際上已經碰過了 我們常常在講 借名登記 借名登記 然後如果是說 依靠登記的話 用借名去取代 借名登記 是不是可行 我們大家 在腦力吸盪 我今天談遺產分割協議書 遺產分割協議書 有一些當事人啊 他是後來是 否認遺產分割協議書 或者所謂的 所謂的內部遺產分割 分配協議書 內部的契約 叫做遺產分配協議書 像地政事務所 登記的是遺產分割協議書 結果後來否認 我們就提了一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他的法定季分三分之 各三分之一 三個兄弟各三分之一 三個兄弟各三分之一 因為他其中一個兄弟 他本身呢 就是對外負債非常多 又會隱匿財產 結果自己內部做遺產分割協議書 後來兄弟 人家說非啦 一非之後呢 就變成說 他不承認這個遺產分割協議書 所以我們就在跟律師跟同位在研究 那你既然 否認遺產分割協議書 那遺產分割協議書 當然就是會爭執嘛 就是說沒有同意 你們等於就是沒有同意 沒有同意 是不是要撤銷遺產分割協議 然後重新再分配 這個是我們要探討 協議分割遺產 契約西軍全體繼承人參與協議定律 之前呢 他們所說的是說 那都是他定義的單獨的行為 當然如果這樣主張的話 就是不符合這個要件 西軍全體繼承人參與協議定律 使生協議分割遺產的效力 並須全體繼承人精一協議分割 契約旅行 使能消滅所謂的繼承人間的遺產之 共同共有關係 我曾經常常已經在講 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 很多人就不大了解 什麼叫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就是概括性 概括性就是在詞分沒有特定 有潛在應有部分 潛在應有的詞分部分 但是沒有特定的話 就是大家所有 大家所有 所以有些國家的觀念 這個土地是全民所共有 土地我們就講國家的觀念 土地是全民所共有 當然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子 土地的觀念也是一樣 如果是共同共有 就沒有確定說 這塊土地是誰的 所以你注意看我們的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說 你的管轄範圍多大 管轄為什麼要有界限 這個是講國家講政府 還是有一個叫界限 界限你個人也是一樣 個人就是你的權力範圍有多大 比方說我的全民範圍有81930平方公尺的 我是四分之一來講 那我真的應有部分才多少 不是81930都是你的 就是我們又提到四里外雙溪的例子 做例子 所以如果你遺產分割協議 認為說不是經過全體繼承人參與協議的話 這次契約是無效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練一下 協議分割遺產契約 需經全體繼承人參與協議定律 使生協議分割遺產效率 並需全體繼承人 經依協議分割契約履行 使能消滅繼承人間 就遺產之共同共有關係 藏該協議 協缺部分繼承人之同意 既屬無效 不生協議分割遺產之效率 我下一次探討 是探討說 遺產分割協議書 遺產分配協議書 都蓋了印件章 蓋了印件章 己證責任就在活認者 說沒有這一回事 活認者要做己證責任 這是下一次再去做介紹 我們繼續探討 這遺產分割協議書這個部分 按繼承人有四人史 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遺產全部為共同共有 共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 因於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 共有物之分割 以共有的人協議之方法行之 緬法第1151條 第830條 第二項第824條 第一項分配定有明文 由協議分割共有物 是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 必須共有人全體經參與其事 並同意分割 死生協議分割之效力 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之力 52號裁判一指參照 所以繼承人就遺產之分割 故非不得以以協議分割方法為之 為該協議分割的契約 需經全體繼承人參與協議定律 使生協議分割遺產之效力 並需全體繼承人經 於協議分割契約旅行 使能消滅繼承人間就遺產之 共同共有關係 坦該協議欠缺部分 道德人之同意 不是 部分繼承人之同意 不好意思 坦該協議欠缺部分繼承人同意 該協議即使無效 不生協議分割遺產之效力 因為我現在 下個這一段是要介紹正義 所以會談到道德人 現在我們就把這一段再朗讀一次好了 因為這個是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之力 52號裁判一指的參照 所以他的結論說 繼承人就遺產之分割 故非 本來就可以以協議方法來行之 來做法律行為 為該協議分割契約 需經全體繼承人參與協議定律 使生協議分割遺產之效力 並需全體繼承人 盡依協議分割契約旅行 使能消滅繼承人間就遺產之 共同共有關係 坦該協議欠缺部分繼承人之同意 該協議即使無效 不生協議分割遺產之效力 我下次來介紹就是 所謂的繼扶 繼扶是理行道德上義務 這個就是跟正義有關係 正義可以不可以撤銷 其實任何法律行為 繼扶都可以撤銷 但是像道德上的繼扶的義務的話 就不得撤銷 所以道德上非法律上義務 道德上的義務非法律上義務 故己扶眾世為其理行道德之義務 而無法律上之義務 也無法律上之原因而為己扶 其結果己扶人受損害 受領己扶人所有理會 受受己扶間當然成立不當得利之在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己扶 己扶的部分 道德不當得利之排除 不當得利排除就是 我們的一般講 講這個己扶 是理行道德上義務者 不得請求反反 即直系寫心 真心實人受抚養權利人 即你不能維持生活史 使得向抚養義務人請求抚養 如果直接寫心 被侵使支付部分或全部抚養會 即使理行道德上之義務 自不得請求 直系寫心 被侵使反反 這是講到理行 自不得請求 被侵使反反 這個是講到己扶系理行道德上的義務 他是講說 你不能維持生活 才可以的請求 如果你自己就千財萬貫 要己扶請求 請求抚養 這個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大家去腦力激盪一下 180條是怎麼規定 不當得利之排除 己扶有昨天的情形之一者 不得請求反反 也就是 己扶系理行道德上之義務者 在乎人以未到其之在乎 因清常而為己扶者 因清常在乎而為己扶 而己扶使明之為無己扶之義務者 因不法之原因而為己扶者 但不法之原因 僅以塑領人一方存在 使不再此現 不當得利之排除 這個是 所謂的180條的規定 這些大家看看 因為食物上會碰到 我為什麼最近在新春的時間 做腦力激盪 好朋友就跟我講說 該休息該休息 我的人生觀 就是 該休息不是過年才休息 平時你就要休息 你不要太勞 該休息還是要休息 休息以後就是走更遠的路 AAP 亞東新聞台灣支社 不動產資訊互聯網 對我們媒體工作者來講 其實是24個小時7-11 但是對每一個人來講 都是有自己的 我們說scheduleschedule 不要太勞勒 真的不要太勞勒 就是說順勢而為 另外就是說 我們提一段就是說 遺產管理人這一段 遺產管理人其實 司法事務官 應該把期限定在 六個月內就要做裁定 我們碰過一個案子是 因為我們是地政事 地政事可以被選 認為遺產管理人 碰過一個案子是 所謂的 直系寫清被親屬 或者所謂的配偶 他又是被繼承人的債權人 又是被繼承人的債權人 我本身也曾經碰過是 我是債權人 我要被選認為遺產管理人 通常法院是不會準的 但是 但是 市領地方法院的司法事務官的見解 跟我們是不一樣 他說法律沒有禁止 沒有禁止在前人 不得擔任遺產管理人 在前人 沒有禁止被選認為遺產管理人 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還沒有解決 我們再等待答案 如果有進一步訊息的話 我們再做探討 AAP 東新倫台灣這家不動產 知性負靈 我們在士領外相家 翠山復國好土地園區 有1688 田年樂三代宅 這個是漢地 304的漢地 遺林外雙溪 翠山復國好土地園區 168 農園與林列生物科技 這是301的土地 遺林外雙溪 翠山復國好土地園區 1688 藥用植物園區 就是309土地 其他人共同的 共有的土地 有99888 科技用品 資源研發團隊 所以我們 就取個叫做 復國神山群 知美的研發團隊 四年翠山 農藝雲以林列生物科技 農藝雲區 我們繼續推動中 再度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天氣好就走出 但是要提醒大家 不管老的少年 走路慢慢走 這有靠靠靠靠靠靠 要注意 我們跌倒再爬起來 沒錯 但是小心跌倒 不要跌倒 你走路不要跌倒 大家都說 你可以說 你自己說 我現在改進了 我走路 已經很少跌倒 所以走路不要跌倒 這是我 沒有用 現在大家有朋友 都會說 你新年 要去哪裏 李董 李董會說 董哥 你們就來走走 我7-11 我說你7-11 我也7-11 因為我也是自由班的 但是要讓我睡覺 我沒有睡覺 我沒有睡覺 我沒有精神 所以我們導播說 我不是說 要睡覺 跟你有睡覺 我也有睡覺 中午的習慣 我們跟這年紀 要睡覺的時候 要睡覺 站起來就是要怎麼運動 要做運動 外面也是運動 你不想我不會 我們旁邊要過 你要稍微看 你像我做運動 的原因就是 希望我們的血液生活 更好 感謝我們攝影師 今天 新嘉年頭 阿衛新嘉年頭 要過年盡情 我來祝福大家 五虎生風 李鋒義的風 大家健康快樂 每一個人都很開心 謝謝大家